受邀复活之后的镇魔古洞 情景已经和之前黑云压顶 阴风呼啸的模样大不相同 虽然天空仍然昏暗 但聚集在洞口那边黑气 依然消散 中年不止 从古洞之中吹出的阴风 也消失无踪 除了依旧荒芜的山脉 只有矗立在镇魔古洞洞口的那尊石像女子 依然风雨不改地站在那 而就在她的面前 身着鲜艳丝绸衣裳的 竟是一个模样极其俊逸 甚至可以说戴着一丝妖艳的少年 比寻常女子更加白皙的脸上 细眉单目 薄唇兼合 细细看去 这张脸庞 却隐隐和那尊石像的女子 有几分隐约的相似 只是在两个人的面容气质上 却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少年便是从镇魔古洞中 复活的兽妖 谁也料想不到 令无数南疆人恐惧的恶魔 竟是这般一个看上去俊俏的少年 从复活的那一天开始 不知为何 他什么也没干 既没有大肆的杀戮 也没有狂喜呼啸 却只是这么默默地站在 玲珑巫女的石像前 沉默地凝续着 黑影闪过 乌妖从远处乌生地飘了过来 来到少年的身后 兽神大人 少年的身子一动不动 头也不回 怎么样了 乌妖盯着她的背影 十三妖王 已经将十万大山中 残余的蛮族全部收复 一起听命于兽神大人 少年的身子这才动了动 缓缓地转过身来 一共还剩多少族 如今只有三十七族了 这百年间 十万大山里群龙无首 各蛮族多互相残杀 许多族都被灭了 少年是冷冷的一笑 面上也不见有什么失望表情 相反 却更有一股 从内心深处 隐隐散发的极好感觉 目光如电 在乌妖蒙着黑沙的脸上 转了转 乌妖突然觉得 自己面上 极如被火焰烧过一般的感觉 其实 应该是三十八族的 不是还有你这个 黑乌族的最后传人吗 乌妖低头 沉默不语 少年缓缓转头 目光又一次落到 玲珑巫女石像的脸上 凝望了许久 她突然叫了一声 黑木 乌妖的身体一震 这个名字对她来说 仿佛如刻在内心伤口上一样 每呼唤一声 都要伤她一次 只听那少年 注视玲珑的石像 语气中突然多了几分沧桑 这么多年了 在玲珑面前 你心里有没有后悔过 乌妖沉默 过了许久 才低声回道 有 少年头也不回 一双眼中闪烁着怪异的光芒 流转不歇 这世间 除了你那个 变作凶灵的大哥 也只有你知道 我和玲珑的关系了 当年你们一行八人 追杀我穿过千山万水 现在想起来 仿佛就在昨日一般 乌妖黑沙之下的身体 忽然开始微微颤抖 似乎曾经的往事 她也历历在目 只是那个少年 却根本没有注意乌妖的反应 她所说的话 与其是对乌妖说的 不如说是对着石像 滴滴自语 在她眼中 此刻只有那个 玲珑巫女的石像 你 她的声音慢慢透着一分伤心 一分悲凉 一分愤慨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 石像无语 沉默助力 在你心中 什么世间苍生 什么天命造化 都是那么重要吗 少年的声音忽然有些激动 如果你把那些看得比我还重 所以要除了我 是这样吧 可是你知道吗 我根本不在乎 什么狗屁天意 什么天下众生 你算什么 她的神经越发凄厉 奇怪的是 尽管眼神表情极其合法 她的容貌 却越发得妖艳漂亮 几乎不似常人 你要我死 说一句就够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她的声音咆哮 对着那尊石像女子 然后慢慢地 她声音低落下来 可是 可是为什么 你竟然把那些东西 看得比你自己 比你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 慢慢地 她伸出手去 轻轻抚摸过 经历了无数岁月风霜侵蚀 渐渐粗糙的面中 浮过那深深记忆之中 那曾经温柔的脸庞呢 冰冷的感觉 不带着一丝的温暖 从手心 缓缓传来 张开了双臂 轻轻地拥抱 将石像拥在怀里 少年的表情 逐渐变成一样的温柔 五角站在背后 默默地注视着 那个怪异的场景 我知道 是这个天下苍生害了你 你放心吧 我会让所有的一切 都来为你陪葬 然后 我再来找你 你等着我 滴滴的声音 悄悄滴落 而终于消失 妖艳的少年 拥抱着冰冷的石像 黑衣的巫妖 目染而立 天空中的乌云 一声惊雷 天际 飘落了雨滴 大雨在风中飘落 将这个世界 变得朦朦胧胧 隐约中 巫妖正正望去 雨滴落在那 石像女子的脸上 无声滑落 恍如泪睡 青云山东方三千里 从空桑山 向东南延伸的古道边 寄寄荒野 正是草长应飞的世界 离小石镇 一日路城地方的 和家小店 也和往日一般 孤独地站立古道旁 迎送着过往的旅人 小店的主人何老板 自然已经不记得 自己到底迎送走过多少的客人 过路的人嘛 自然是什么样的都有 但是在这三天之中 他渐渐肯定 虽然自己岁数仙大 但想必是会记住 这么一位客人的 其实要说是一位客人 也不大准确 真正来说 应该是带着一只 古怪猴子的客人 而且对何老板来说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那只模样古怪 居然有三只眼睛的猴子的作用 反而还更大一些 三日之前 正站在古道旁边 店门外拉客的何老板 看到这位满面风尘之色 一脸盲着的男子 从古道上走来 肩上趴着一只三眼猴子之后 不知怎么 就觉得有几分眼熟 当时他迎上前去 本想说个天花乱坠 将这位客人拉进小店 片刻休息 却不料他只说了一句 客官 本店有热茶美酒 不如到里边休 这后边的话还没说完呢 那看起来十分憔悴的男子 忽然就从他眼前消失 下一刻 在何老板回过神来的时候 那个男子已经坐在他小店之中的木桌旁边 而桌子上 丢着一定足可以在这家小店中 不停吃喝三日的银子 何老板自然好生欢喜 连忙着端酒送菜 只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这位客人和这只猴子 居然真的就在他的小店中 足足待了三天三夜 直到今天 似乎也没有上路的意思 那个男子的精神显然非常不好 三日之间 何老板竟未看到他说过一句 笑过一次 每次当他将酒菜端上饭桌 那男子都只是默默地望着酒壶 然后慢慢喝酒 只是这位客官的酒量似乎极差 每喝一点 何老板心中估算着 还不到半壶吧 整个人就扑倒在酒桌之上 不省人事 而与主人相反 这个男子带来的那只三眼猴子 却连何老板惊讶得目瞪口呆 老实说吧 何老板这个店呢 地方虽然偏僻 但因为过往的客商颇多 也算是有点见识的人物 但这三天之内 他已经在内心无数次的发誓 自己真的见到了这辈子 最能喝酒 酒量最大的 一只猴子 只不过是一天一夜的功夫 何老板小店中所有库存的美酒 包括他藏在店后边那棵老槐树下的 一坛女儿红烈酒 都被这只猴子给喝完了 而这只猴子呢 显然是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 捉耳挠腮四处张望 蹦跳许久 冲着何老板吱吱叫个不停 何老板虽然不同猴语 但傻子也能看出来 这只猴子什么意思 本来他不想理会 不料 这猴子机灵得如鬼一般 居然偷偷地 将何老板收起来的银子 就偷了回来 并且在何老板面前晃来晃去 何老板是无可奈何 何况别人本来就付了足够的银子 只好派伙计 从小池镇上连夜往这送酒 刚开始他还颇为恼火 但时间烧酒 居然渐渐喜欢上了这只猴子 而且这只三眼猴子 除了爱喝酒之外 倒并没有什么其他恶劣地方 反而 时常在店中玩乐嬉闹 心情好时 居然还玩几个杂耍 比如凭空就能从手上 生出一层火焰之内的玩意儿 不仅何老板看得眼睛发直 其他的这几日经过的客商 也不无看得兴高采烈 在何老板店中待了久了 让他赚了更多的银子 而那只灰毛三眼猴子的主人 却与活泼的猴子截然相反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酒气冲天的 趴着睡觉 剑中醒来一次 也只是双眼无神的望了望周围 偶尔猴子跑回身边 他眼中才有几分光彩 懒洋洋伸出手 摸摸猴子脑袋 随后又似乎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拿起酒壶喝了下来 不到一会儿便又是沉醉于梦乡了 有时候何老板也偷偷想过 这男子该不会是个疯子吧 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店主 但仍然感觉到了 这男子和其他过往的路人不同 别的不说 但是他待在这小店中三日 以往的夜间这个时候 最多的重闻 突然间全部消失不见 更有甚者 往日每到深夜 小店外鼓道荒野中 时常回荡起的鬼哭声音 竟然似乎也被什么东西吓到一般 全都消失不见 以至于何老板听惯了这些鬼哭狼嚎 突然这三日间如此安静 他竟然睡不着了 这一日黄昏时候 何老板站在小店的柜台后边 喝上了刚刚算好的账本 长吁了口气 随后他向自己的小店中望去 窗外息落的残阳 还有淡淡的余光 照亮了天际晚霞的同时 也从小店的窗口照了进来 将这里的桌椅都拉长了影子 倒映在地上 仿佛时光也在这里悄悄地路过 何老板的心情忽然有些异样 心头一阵枉然 算来 自己也已经过了五十了 虽然帮忙的伙计 从来都说自己看着只有四十左右 但他自己知道 身体还是渐渐地不行了 岁月不饶人 就这么过了一辈子了吗 他正正地 向着地上那些渐渐变长的桌椅影子望着 抬起头来的时候 他又看到了这间小店四壁 斑驳脱落的痕迹 寂寂残阳 罩在他的脸上 有几分人事莫名的沧桑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这些事啊 还是不要想了 何老板苦笑了一声 拿起了账本 向着此刻小店中唯一的客人 和他的那只猴子走了过去 那位客人总是坐在最靠里边那张桌子 此刻如常 正是喝醉了趴在桌子上 一动不动 而他那只猴子 则蹲在桌上 左手拿着酒壶 右手从桌上 几个装着菜肴的盘子中 抓着美味 喝一口酒 吃一口菜 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 何老板走到那位客人身前 咳嗽了一声 清了清嗓子 但眼睛 却是忍不住 向先前那猴子望了一眼 之前那三眼猴子 显然也不在乎他的到来 只看了他一眼 又把注意力 放他的手中 酒壶上去了 何老板叹了口气 这只猴子 实在是他生平仅见 如此嗜酒的动物 而且 看他背后还背着一只大酒袋 虽然已经干瘪 但可想而知 往着这里边装的是什么 何老板收回了目光 不知怎么 心中却有几分紧张 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又是咳嗽几声 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这位 这位客官 他身前那个男子 是一动不动 何老板有些尴尬 但还是往下说 客官哪 是这样的 三日前你付的那顶银子 如今已经用完了 本店呢 本小利宝 是不是 那男子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醉了 浮在那儿 还是没什么动静 何老板叹了口气 唉 其实啊 客官你付的那顶银子 的确不少 别说在小店里边吃上三日 便是吃上五日 那也够了 只是 只是贵处啊 实在太厉害了 酒量太大 就这三日功夫 已经喝了小店里 所有存酒不说 另外差人分了两次 送来的四缸酒 居然也被他喝光了 这 何老板说到这儿 又看了一看 那三眼猴子 只见那猴子瞪了他一眼 翻了一个白眼 何老板这低声下气 能不能请您再付一些银子呀 对了 三日前您付的那顶银子呀 还被贵处给偷去了 至今未还 我呢 话音未落 就听着钉的一声 一顶银子 在桌子上蹦了两下 出现在何老板面前 何老板定睛一看 却是猴子不知道从哪儿 又摸出那顶偷取的银子 丢在他的面前 何老板连忙收起来 收到了怀里 但迟一片刻 看了一眼那眼猴子 又将银子取了出去 拉开了衣巾 放在自己贴身的衣服里去了 就在他收好了银子 打算再次向那个男子 开口的时候 小店的门口 忽然传了一个声音 有人在吗 何老板一正 回头望去 这间门口站着三个人 两男一女 为首的是一个老者 手边拿着一只竹竿 上边挂着一块白布 上书着仙人指路四个字 在他身旁 是一个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少女 容貌秀美 脸上正挂着一丝微笑 这老少两人 老的是先锋道骨 少的是美貌秀气 而在两人身后 站着一个中年男子 拿着所有包裹 却生得古怪 身材高过前面两个人 一头一丈 一张脸 却长得如野狗一般 望之生艳 何老板连忙迎上前去 毕竟带猴子的客人显然不可能偷偷溜走 还是先招呼刚来的客人为好 只见他迎上前去 有有有 三位客官 请问是吃饭呢 还是住店呢 为首那个老人呵呵一笑 眯着眼睛 怎么 何老板 不认识我们了吗 何老板为之一正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位老者 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他在这古道边做生意 过往的路人何其多 如何能够一一记得呢 他只好尴尬摇头 哎哟 抱歉呢 客官 在下年纪大了 记性不行了 那老者面有侧隐之色 摇头叹息 哎呀 可惜呀 可惜呀 世间凡人 多半如此 有先缘在前 竟无讳言可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